謝謝主席 請部長 請理部長 部長 我今天要跟你請教的問題 全部都跟移民還有國籍 我們的新移民的權益有關 另外還有外國人在台灣的相關權益問題 我首先就我們現在的這個國籍法的相關規定 來跟你請問你的立場跟態度 目前我們台灣是一個歧視性的國籍政策 也就是說有一部分的台灣人 他可以到國外生小孩或者是移民到國外去 取得外國的國籍 那麼甚至是長期居住在國外 我們這邊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歡迎他回來也鼓勵他回來投票 那等於是我們是接受也承認雙重國籍的一個國家 包括我們總統的家人也是具有雙重國籍 在現在的法令上這是合法 也在我們目前的這個國籍的範疇裡面 但是呢我們卻是對於外國人 尤其是我們很多的配偶到台灣要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卻要求要單一國籍 我們卻要求他要先放棄他原來的所屬國籍 才可以申請進入那個申請規劃的程序 沒錯 你不覺得這個有歧視嗎 你不覺得這個在憲法上也是一個不平等的地方嗎 我認為非常不合理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可以修法 那你們有提出修法版本嗎 就國籍法的修法版本嗎 因為部長這樣我幾個月前辦過一場公聽會 那麼內政部的與會代表對於這個要求 就是我的主張就是我認為我們要取消 要規劃的這些外籍配偶要事先放棄他外國籍的這個規定 我認為要取消 那個時候他們的態度是抗拒的 來參加我公聽會的內政部代表是抗拒的 所以我今天很高興聽到部長有這樣的一個新的一個態度 也就是說我們現行的整個外國人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現行的規定要求他要先放棄外國籍 才可以申請規劃我國籍的 而且要提出放棄外國籍的證明 這樣子你們有意要去改變是不是 我們去年三月三月整個辦法就已經送到立法院來了 去年三月就送進來了 所以你也同意所以部長你也同意 我們現在應該要鬆綁 讓我們住在台灣這些來自越南來自印尼來自其他國家的外配 他也可以想跟台灣移民到國外去的去當美國人的一樣 可以享受同時具有雙重國籍是不是 那一個版本對這方面已經比較放寬了 就是去年三月送進來的那個版本 那我現在要問你啊你是不是要取消要事先提出放棄外國籍的這個證明 現在是院版是沒有全部廢除掉但是比過去鬆很多 你沒有廢除掉這個問題就還在嘛 那我為什麼主張這個要直接廢除掉呢 第一他就是歧視嘛 我們的國籍一部分的人他可以有雙重國籍另外一部分人不可以 當然我的主張是我們要選民戴德啦立法委我們這些公職人員還是不可以有雙重國籍 我現在在講的是一般的國民一般的公民這些private citizen 第一個我覺得這是一個歧視性的作為啦 那麼第二個呢在很多的移民在申辦移民的過程當中 例如說他如果本來是配偶 他中間發生離婚的狀況 或者是他在法律上產生什麼樣的摩擦 甚至有行政的訴訟在進行 他就拿不到國籍了 但是他卻已經放棄原來的外國籍 在當中他就成為國籍的人囚 這樣的案例在台灣有很多 我知道所以在新的版本 這個無國籍的狀態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新的版本對這方面也放寬了很多 沒有你一直講你新的版本 但是我現在要問你可不可以主張我們直接取消要事先放棄外國籍的這個證明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你能不能接受 是這樣子齁 那我們可以接受一般的private citizen 都可以有夠平等的擁有雙重國籍 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不是說這些移民來台灣的人對台灣不忠 這個不是忠誠的問題 沒問題 例如說來自越南 他跟他的家鄉之間有牽絆 或是說我們現在整個全世界 我看經濟學人的一個資料 有超過兩億的人口 他居住工作的地方 不是他出生的國家 他可以同時對他出生地 懷有很濃厚的情感 但是同時他要有他新的生活 他工作的空間 他要想有國籍的權利 這是聯合國人權公約的一個基本的規範 這個我都完全同意 所以我剛到了內政部 我就交代移民署 我們的移民法是一個積極的移民法 我們希望讓所有不合理的法規 讓他全面鬆綁 我們還在努力 當然這個版本送到院裡面 我們還是要尊重其他部會的意見 不過我們原則上是朝我原子教的方向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會鬆綁 允許一般的公民具有雙重國籍 而且是公平的雙重國籍 在國籍法裡面 是的 在國籍法裡面去做處理 我們也期待說大院趕快把這個新的版本 所以你們送的到底是移民法還是國籍法 國籍法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因為我們也有送版本 那到時候可能就是要做病案的協商跟處理 那另外也跟移民權利有關的 我們現在的新移民 在取得國籍之後 十年內 不可以參選地方的公職 所以我另外也有提了一個修法的版本 我看其實很多偏鄉的地方 我們包括像這個外籍配偶 其實人數比例相當高 可是他們在十年內沒有權力去參選村長 也不能選里長 也不能選鄉民代表 當然中央的更不用說 部長你同不同意公民權益 公民權益只要他具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他公民權益不應該要有差別跟歧視性的待遇 這個部分我因為我也在國外待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都可以同意委員 今天有台灣人去美國可以選國會議員 沒錯 在南非曾經有同時有四位台灣的國會議員 都是移民對這個國家有認同 他願意在這個地方生根的一種表象 是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向 我們希望也能夠共同的來努力 是 那另外呢 這個最近有發生這個外國人 外籍人士 一位在台灣參加反核的遊行 結果被你們列禁管 不准他再入境 這個我了解是那位德國 對有這位德國人 因為在台灣參加反核遊行 是 結果他幾年前參加過反核遊行 那個時候也沒有說抓去關或什麼 可是他這次要進來 就被禁管了 就不得再入境 參加反核遊行 這我知道這個案 當然我知道我們現行的法 是說外國人不能夠持停留簽證的 居留簽證的可以參加集會遊行 但是你認不認同我們來做一個鬆綁 讓外籍人士在台灣 他來旅遊的也好 他來關心公共議題的也好 也可以參與台灣的 合法的這些集會遊行活動 你接不接受這樣的一個方向 是我想這原則上 當然這是國安有好幾個不同的層次 我們可以把它對公共議題 國家安全 對它做一個區隔 原則上我們 我個人是認為這件事情 應該是可以討論的 我想部長你應該知道台灣有很多的這些大的遊行活動 包括這個例如說現在每一年的同志遊行活動 這個同志的這個已經在台灣人數越來越多 那我發現現在很多外國人會專程為了參加這個同志遊行活動 因為台灣人是東亞地區最有包容性的地方 那同志相對他的空間 雖然還有很多權力的限制 但是相對是空間是大一點 所以有一些來自很保守的新加坡 日本香港的同志 全部都會專程飛到台灣來參加這樣的遊行活動 那照你們現在的法規那是不是也是違法的 是不行的 可是我們如果去禁止他來參加 不是會讓國際笑話嗎 覺得我們是一個違反人權的國家嗎 所以我們可以來討論 對很多議題動物保護的議題 我們台灣很多可憐的流浪狗 還是外國人來幫我們收養帶回去的 沒錯 所以我們這個也應該要來做一個全面的一個 重新的檢討跟鬆綁好不好 那麼另外呢 本席非常遺憾就是我提出了一個難民法的一個 一個立法案 那不斷的在立法院裡面 在程序委員會跟院會 重複的被退回 二十幾次了 那這一次有一些 部長應該知道 幾個禮拜前有這個 呃我們政府有邀請一些國際的獨立人權專家 到台灣來檢視 台灣的聯合國兩公約 人權兩公約實行的一個狀況 那我也有機會去參與這個 跟這些外國的獨立專家 來做一些說明的機會 包括我剛剛提的台灣的這些移民 全縣受到這個歧視性的待遇的問題 我們國籍法等等 有一些無國籍的國際 造成一些無國籍的國際難民 國際人窮的問題等等 我也提到這個台灣的難民法 我們是需要建立一套機制 一套法律的架構 那我知道你們行政院也送了一個版本 但是你們的版本 卻刻意的把來自中國跟西藏的難民要把它剔除 其實部長大部分在台灣的尋求政治庇護的人 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跟西藏 你們要把中國跟西藏排除你這個難民法還有什麼意義呢 這什麼態度呢 你要排除中國跟西藏的這些來尋求政治庇護的 來尋求一個可以自由的主張民主人權的空間的這些人 你把它排除掉 我會不會做這樣的 我會不會做這個 但是你會不會做到這個 現在還有關於判斷 但是你會不會做這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